各位觀眾又來到Solkowik Hyatt Regions 酒店 簡直是 Amazing Thailand 一般來說酒店 無論是香港酒店 泰國酒店 哪裏酒店都好 不讓你吃榴槤 但這家 Hyatt Regions 竟然讓你吃榴槤 還有榴槤賣 不過我不是在房內吃 而是在樓上的餐廳吃 除了吃榴槤 還有榴槤 Afternoon Tea 吃榴槤主題 Afternoon Tea 的地方 正正是樓上吃早餐的這裏 沒錯 我們走進去看看 哈哈哈哈 雙傳之中 邪惡的榴槤主題 Afternoon Tea 展現眼前就是它 真的沒甚麼好看見 有泰國酒店安排後 Afternoon Tea 是榴槤主題 總是國際品牌的酒店 不好意思用泰國來形容 這一套的 Afternoon Tea 價值多少呢 這一套的 Afternoon Tea 價錢 都是690.01 裏面會有8個甜品 和1個雪糕 還有1個柏梯 這個柏梯莫非用榴槤來煮啊 只不過顏色是榴槤顏色的意思 你逐樣試一下 你試一點 我也試一點 看看味道如何 會不會給大家一種驚喜感 先說一下裡面有甚麼呢 第一個 我常常都不記得叫甚麼名字 這個 羅望子 羅望子 台灣叫甚麼 的馬卡龍 後面這個就是榴槤的Muffin 小小的這個 裡面是一些綠豆用的甜品 裡面的黃色榴槤就是榴槤布甸 後面一個杯這個是榴槤 榴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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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然你喜歡的話去叫來吃 但是呢 但是有時間限制 這裏 午餐榴槤的時間是多少 是到5月31號 時間就會是1點至5點 於是1點到5點的期間 你就可以在榴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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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榴 看著BTS經過在冷氣餐廳聽著音樂 在吃榴槤不知多讚 當然除了榴槤之外 就這樣來吃午餐的晚餐都可以 已經不怕會影響到人 這間餐廳的這個部分和後面的部分 主要是給大家欣賞榴槤的 所謂的臭味相投 喜歡吃的走在一起就不覺得有問題 在外面就不行 大堂也不行 房間也更加不行 所以如果你喜歡吃榴槤的話 就給了你一些驅逐 所以在VGEN時這間酒店都很大膽 但是大膽還大膽 剛才所吃的好不好吃呢 馬上試一下 我就吃這個豆蓉做的假裝榴槤 裡面有沒有榴槤味呢 這個是沒有榴槤味 但是一塊扮榴槤 然後你就試一個 我啊 什麼好呢 這個榴槤扮膏的造型多漂亮 試試 真的好醬喔 真的像榴槤一樣 是不是啊 這個蛋糕裡面又有榴槤味 然後上面還有一些真的榴槤 吸在這裡 那我先試一下 哇 好醬汁喔 哇 好多榴槤 正啊 多榴槤 榴槤味厲害 真的 也真的有榴槤肉 嗯 嗯 由時我整個嘴都是 哇 喂 吃一點點不可以說疑態的 嗯 等一下再吃完它 好 接著 這一蟹 扮小榴槤的 究竟是什麼呢 榴槤布甸 這是榴槤布甸 榴槤布甸裡面有朱古力 是啊 什麼來的 白朱古力 這個殼是白朱古力 這個呢 也有榴槤味 但是沒有桿材那麼重 我喜歡白朱古力 裡面那個 一咬就脆了的感覺 嗯 哇 下一個 Piramisu 很可愛的杯子 嗯 這個殼都是 噢 髒了 哈哈 這個殼都是白朱古力 然後裡面呢 就會是一些 Custard Cream 還有咖啡的蛋糕 嗯 然後上面撒了一些 高古粉 真的挺有心思的 嗯 好像這個一樣 嘿 這個又是什麼來的 這個是榴槤chewcream 這個呢 榴槤chewcream 這個呢 這個呢 榴槤chewcream 這是榴槤chewcream 這個夠邪惡啊 有一個榴槤肉在上面 下面還有一些椰汁榴槤 榴槤 這個夠邪惡啊 有一個榴槤肉在上面 下面還有一些椰汁榴槤 下面還有一些椰汁榴槤 你看看 嗯 香滑 榴槤味剛剛好 嗯 不會太肥 是啊 不會太cream的感覺 最重要 真的是一種 很香的榴槤味 慢慢滲發出來 嗯 很滑 這個質地很輕的 這個真的 好吃 一會兒再吃就試一下 哎呀 什麼事啊你又 最近我經常都是這樣 無端端就 還有呢 還要是 喉嚨有些 辣辣的 好像胃酸倒流 不好意思 經常都是這樣 哎呀真的 那我知道你的事 是你呢 什麼事啊 最適合吃這個了 咦 各位觀眾五條煙啊 什麼來的 不是五條煙啊 一包包這些是藥來的 這個呢 是你吃得太多東西 不消化 或者胃酸倒流的時候 最適合吃了 是啊 五分鐘之內就會變效了 我經常都有這個問題 很滴滴會有嚼勁的 又或者會這樣出來 還有有時晚上根本不想吃 如果有些東西 還要隨身攜帶幫到我 怎樣吃的就這樣撕開來吃 撕開就可以了 這不是氣來的是真的 我真的會這樣 好厲害 OK 這樣吃 有些薄荷的液體 這樣 希望五分鐘後會OK 五分鐘後OK 我們繼續吃下去了 五分鐘之後繼續吃這些 既然阿聰哥吃東西吃這麼多 吃到胃酸到流 又要吃藥這麼辛苦 不如一路等它 我們一路來吃這些榴槤 這些榴槤為何會這麼吸引呢 就是全部都是網湯品種 不過又不是普通市場 會找到的網湯 這些全部都是在一間 泰國的好出名的農場 拿來的 這個農場就叫做 Tobis Balm 有什麼特別呢 就是他們的榴槤 全部都是在鎮塔烏烈虎 就是在泰國的 東部的榴槤會特別好吃 試試是不是真的 傳說中更好吃